大家好 我是唐浩 今天都好嗎? 今天我們要跟您一起透視共產黨 中國人民不文明 誰是真正的辱華元凶? 不知道您有沒有見過 中國民眾在海外出現一些不文明的舉措 讓大家是哭笑不得 比方說前陣子日本櫻花盛開的時候 就有一批中國大媽和大樹 結伴到明谷屋的公園裡 播放著大喇叭 扭著大央梗 一群人吵吵鬧鬧的 打亂了日本人賞櫻花的文化和雅致 這名中國大媽在街上被日本警察 制止了某些舉措 大媽就拿著大聲鼓對警察叫囂 還罵警察是侵犯人權 不知道這位大媽敢不敢對中國警察這樣做呢? 不只是日本 我們在歐美也經常見到類似的情況 比方說紐約客平常上班搭地鐵的時候都很安靜 但是突然冒出來有人很大聲的講中文 好像怕整個車廂聽不見一樣 還有有些華人到超市買東西 不但會拿店家提供的塑料袋來包水果蔬菜 還會偷偷帶走一大捲塑料袋回家慢慢用 這種不無名的舉措 連華人自己開的超市都受不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 前陣子居然有一對中國老夫婦 他們在紐約的公園裡頭餵麻雀 接著老太太就伸出她的琴拿手 把麻雀捏在手裡帶回家去夾菜了 這個消息傳出之後在紐約社會引起很大的震驚 因為沒有人會想到居然會有人去抓街頭的鳥來吃 太殘忍了 而在幾年前英國的精品店Burberry門口 居然有大媽抱著小孩當場大小便 更是讓英國社會嚇壞了 好 我們不是說所有的中國人民都不文明 肯定不是 因為不管是在中國或海外 我都見過許多遵守秩序 尊重當地文明的華人 像我前幾天才見到一位中國大叔 他下了地鐵就主動伸出援手 去幫一位西人媽媽 抬著他孩子坐的嬰兒車走出地鐵站 這種舉措就是非常紳士的文明行為 西方人看都說好 但是我們也確實見到了 有許許多多的不文明行為發生在我們的身旁 而且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形象帶來很大的傷害 距離中國媒體都不斷地在討論 我們來看這段視頻 2013年5月 有網友發微博稱 他在埃及羅克索神廟的浮雕上 看到有人用中文刻上 盯緊號 盜子一游 看後 簡直令人無地自容 微博發出後 引起了軒然大波 同時2013年 正在國外度假的演員黃博 在微博中曬出了中國遊客隨手亂扔垃圾的照片 並感慨到 騷得我上去 一把捏在手裡 像做賊一樣 生怕被別人看見 一直帶回岸邊 除此之外 泰國媒體更是冒出中國遊客 腳踢股司內的忠實 在公共衛生間的洗手池內洗腳等等不文明行為 雖然這些行為不至於觸犯法律 但卻嚴重地損害了遊客的國際形象 沒錯 中國媒體和中共官方確實有關注到 人民的不文明舉措帶來的問題 甚至中共還大張旗鼓地下令要求 要強化文明出油的意識來塑造國家的良好形象 不過 最關鍵的問題是 這種不文明現象是怎麼造成的? 官方絕大多數的說法都是含糊地把責任推到人民身上 說是人民的素質太差導致的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我們不禁要問 中共說中國人民的不文明 是因為人民素質太差 那人民的素質是怎麼養成的? 這不就牽扯到中共政府是怎麼樣教育人民和培養人民的嗎? 中共把整個中國社會、整個中國文明變成什麼樣? 人民在長期耳濡目染之後就會跟著變成什麼樣?不是嗎? 所以說 所有這些中國人的不文明舉措 表面看起來是中國人民素質不好 破壞了外國社會的秩序、禮儀和文明 但是在我看來 實際上這就是中共長期統治人民之後 衍生出來的文明衝突 因為 在中共七十幾年的統治底下 中國已經沒有傳統文明 只剩下中共的黨文化和黨文化造就的反文明 怎麼說呢? 第一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5000年傳統文化與文明禮儀 所以過去傳統中國的禮儀之邦已經消逝不可見了 今天的共產中國反而變成了破壞文明、禮崩越壞的重災區 像這幾天 很火的一個視頻 有兩名女性在旅遊景區門口插隊 被後面的民眾給制止了 結果 兩名女性就惡狠狠地發飆了 說 我就要插隊 我們不是好惹的 後來在網路上引發熱烈的批評與嘲諷 那為什麼破壞規矩的人、破壞文明的人 還可以講話這麼理直氣壯、毫不臉紅? 這不就是中共摧毀了文明禮儀 讓人民分不清是非黑白才造成的嗎? 第二 中共鼓吹無神論 摧毀了傳統宗教信仰 鬥倒了各門派宗教 目的是要讓共產黨成為人民心中的最高真理、無上權威 但是卻也同時摧毀了人民心中的善良與道德底線 因為人們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善惡擁抱 就會道德失控、為所欲為、無惡不作 接著 任何不文明、不道德、不人性的事情 都可能敢去做了 當然也就不會尊重別人的文明、不會在乎別人的感受 像剛剛看到的 有人用腳去踢泰國鼓子的鐘就是典型的案例 想一想 一個對神佛有信仰的人會敢這樣做嗎? 還有一點 中共長期對人民灌輸民族仇恨 要人民去仇恨美國、仇恨日本、仇恨台灣、仇恨西方社會 然後再灌輸他們中共偉光正、共產中國最強大 就這樣長期灌輸了民族自負和體制自負 然後人民就會逼逼外國、瞧不起外國 這就是所謂的天朝心態 因此 有不少中國人到海外旅遊或移民 經常會抱著高人一等的心態去看待外國 不但會無法融入外國社會 還經常會高傲地破壞外國社會的文明禮儀 破壞人家的習俗規範 只是 當這些中國遊客在海外肆無忌憚地表現 他們的天朝心態 卻同時損毀著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國際形象 所以我們看到 當海外媒體批評中國人不文明的時候 就會有中共媒體或小粉紅說 這是辱華 是境外勢力的反華宣傳 但是 我們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 這些辱華的批評 是中國人的不文明舉措帶來的 再往源頭追 會發現 真正的辱華 其實是來自於中共對中國的長期統治、長期破壞造成的 因為中共幹了四件事情 第一 文革摧毀傳統文明 禮儀之邦消失了 第二 無神論鬥倒信仰 摧毀了道德與善良 第三 階級鬥爭摧毀了社會秩序 顛覆了價值觀 第四 灌輸民族仇恨 養成了天朝心態 中共這些舉措 不但徹底破壞了中華文明 摧毀了傳統的禮儀之邦 還把中國變成了一個 跟傳統價值觀完全對立的反文明 所以 生活在反文明社會的中國人 去到海外之後 就會跟外國的傳統文明 發生激烈的碰撞與衝突 會爆發各式各樣的不文明舉動 從而造成了外國對中國的反感與排斥 所以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中國人的不文明其實是中共長期教出來的 中共才是這一切不文明和辱華言行的真正元兇